第九百八十四章 天书严寿草 在这危险的地方 可以说到处都是致命的点 叶熙文如果不是因为叶末给他护法 也不敢将闭关的点选在这里 之所以选在这里 就是为了避免被那些闲的淡疼 上不去七层 没事而干 到处找尸儿的武者给发现 连恶太子等人都不敢选择在这里闭关突破 可想而知 在这里闭关突破会有多么的危险了 他可以为他的那些手下护法 但是他闭关的时候 谁为他护法 当然了叶熙文领悟领域却是不要紧的 因为随时都可以打断出关 所以他才敢在这里闭关 如果不是这里恶劣的环境的话 他恐怕也要选择 先将修为提升到超脱镜六重天再说 他的积累也已经足够深厚了 现在差的不过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突破了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这一幕还在不断的上演 但是已经被天书颜兽草给刺激的不行的各族高手这个时候 哪里还管得上这么许多 何况在这一片危险的森林之中 除了被人看见顿入其中的天书颜兽草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天才地宝 这些都刺激到了这些各族的武者 在这第六层之中鱼龙混杂 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什么人都有 而且就算是得到了宝物 也未必能够保留下来 因为随时都可能被别人袭杀 死亡 夺宝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这里真的有天书颜兽草吗 怎么我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 有人问到 一路上以来 光是他们这个队伍就死了三四个人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地狱一般的地方 随时都可能死去 他们这些超脱镜六重天 甚至是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 如果是在乱魔海之中 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方高手 起码小心点 自保无虞 如果是在云星海域之中 甚至能够开创出一番基业 开山做足 但是在这里 却是随时都可能惨死当场 根本没有任何的特别的 就像是刚才的那个高手 在外面威风淋淋 但是在这里 却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 或许也只有法相境的高手 才能够在这里纵横 而无是这些威胁吧 这天书岩寿草 可不是一般的天才地宝 可是能够逆天增加 我们的寿命的宝贝 这种灵物都是有灵的 能够躲避我们的探知 现在肯定已经顿入到森林深处了 我们找到他的机会不大 但是即便机会再小 我们也不能放弃 一旦获得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发了 那个领头的超脱镜八重天的目光 闪烁地说道 是的 连他自己都没有对自己 能够找到天书岩寿草有多大的把握 甚至也知道 肯定会有许多的高手前来争夺的 能够夺得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但是哪怕仅仅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他们都不会想放弃 所谓富贵显中求 这个道理 他们还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这辈子谁没干过夺宝的事情 甚至还多次被人抢了 但是这就是武者的世界 残酷又冷漠 因为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 供养不了那么多人 所有人都要去争夺 争夺属于自己的东西 只有出头的那个 才有资格去选定 而且即便是得不到天书岩寿草 也有机会能够得到其他的天才地宝 那我们就没有白来了 那人说道 其他人点点头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仅仅只是为了虚无缥缈的天书岩寿草的话 他们根本坚持不到现在 而且这个森林之中 风雷之力格外的浓重 甚至经常能够以肉眼看到那其中一片电闪雷鸣 不是正常的情况 说不定是有什么一宝出事了 有很多人都是冲着那个去的 快 快抓住他 天书岩寿草原来在这里 莫得 前方传来了一阵吵杂声 其中一个天书岩寿草 顿时就让原本就很紧绷的众人 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了 天书岩寿草 他们之所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进来 可不就是为了天书岩寿草吗 当即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着吵杂声赶了过去 等到他们都赶到的时候 却发现上百个各族的舞者都聚集到了森林之中的一片平地之上 在草地之上 一珠散发着五彩神芒的药草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那闪烁的光芒 一下子就将所有人的目光都给吸引住了 浑身五彩的神芒在流淌 犹如是神品将士 不该诞生在这个世界一般 这一株天书岩寿草还没有完全长成 等到它长成之后 甚至能岩寿一千年呢 绝对是神品中的神品 有人惊叹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 现在的天书岩寿草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还没有到可以采摘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又有什么办法 明知道没有成熟 也得硬着头皮采摘掉 天知道这天书岩寿草 要多久才能够长到成熟的状态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这个时候不采也会让别人给摘掉 为了岩年易寿 他们可以说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这种年份的天书岩寿草 如果要在市场上购买的话 他们这些超脱境的武者 就算是倾家荡产都是买不起的 也唯有在这种一季的探险之中 才有可能获得 就算是法相境的高手之中 也只有一部分的人才能买得起 只能是其中最为富裕的那一批人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夺取的话 他们就一下子能够媲美法相境之中 最为富裕的那一批人 等于是一夜暴富 就算是不卖掉 将来也可以自己用的 武道坚信可不是只有嘴上说说而已 全世界的超脱境高手不知道反击 但是最后能够成功跨入法相境的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许多人都是到最后受缘耗尽 最后停留在超脱境劳死 而这些超脱境的高手还算是幸运的 因为有百倍 千倍与此的树木的武者 连超脱境都没有办法跨入 对于这些武者来说 最为无奈的便是受缘不够了 哪怕只是多了一年 那也是多了一分的希望 如果能多十年 那就已经是了不得了 何况是一百年 一千年 如果给那些卡在最为关键的为之的人 那可以说是在重要没有了 运气好的足够让他们突破了 一百年的时间 对于这些动辄活了上千年 乃至是几千年的舞者来说 算不了什么 但是在最后时刻 哪怕是一秒钟都可能造成咫尺天涯 吼 一声愤怒的咆哮声 一头浑身通红的咸尺虎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冰冷的目光看着众人 他守护在这一株天书岩寿草前 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年了 但是最近 这却被这些人给盯上了 虽然明知道对方是人多是重 但是他依然不肯离去 这是他的一个大机缘 居然还有剑池虎 这一头剑池虎只怕已经跨入了超脱镜九重天 本身也是一尊宝库啊 这个时候 许多人早已经被所谓的法宝刺激的兴奋了 看到了这一头已经跨入了超脱镜九重天的剑池虎 居然是一点都不怕 相反的 还异常的激动 在他们的眼中 这一头剑池虎 就不是剑池虎了 而是一剑移动的宝库了 剑池虎身上的皮肉骨头 都是上好的身材 非常罕见 上 先将这一头剑池虎给宰了 然后我们再讨论如何分配天书岩兽草的问题 有人提议说道 这个时候 相比起眼前的这一头剑池虎 身边的诸多同伴反而成为了最大的隐患 所有人都怕自己去争取的时候 身边的同伴突然出手 这反而比那一头剑池虎更加的有威胁 所谓天地灵药 必然有灵兽守护 果然如此 刀枪剑挤 各色武器化作一道道流光朝剑池虎去 更有各种武学打出 在天空中爆裂出来 喉 这一头剑池虎一声咆哮 顿时张开血盆大口 无数的剑气瞬间击射了出来 形成一阵剑雨一般 铺天盖地地朝着各族的武者击射而去 这一头剑池虎虽然只是一头妖兽 只是一头畜生 但是一出手 就是让人惊骇无比的剑道修为 这一手剑道修为 对于剑道的理解 或许是天生的 但是却足以修煞很多剑道修者 剑池虎喝 剑气击射出去 顿时这上百个武者中二十多个超脱镜六七重级别的武者 直接被剑气射成马蜂窝 雄微赫赫 直接吓住了那些想要横冲过来的武者 所有人紧紧盯着那一头剑池虎 但是却不知道该不该冲上去 重点是就算他们冲过去 也不是这一头剑池虎的对手 一头超脱镜九重天的妖兽 足以将他们都给留下来 他们之中 最强的也仅仅只是超脱镜八重天 和跨入了超脱镜九重天的剑池虎相比 还是显得有些相形剑桌